好听广告 Action 城市搜查县 欢迎收听城市搜查县 彰化县政府为了成为 彰化县青年更强而有力的后盾 也提供创业资金 让年轻人来申请 那继续邀请到彰化县长王惠美 来跟大家说明 那先请问县长 除了建立人才的资料库 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多注意呢 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话 还会做几个部分 第一个比如说 企业参访跟职缺的一个媒合 那当然最很重要 就是建立人才的资料库 可以主动的来关怀 那如果比如说 企业主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如果能够媒合的话 我们在这个区块 也会主动的跟他们 做相关的一个媒合 那当然我们还会办 大型小型不同类型的 就业出境的相关的一个演讲 就是也是让年轻人 有一个学习的一个这个机会 那就是希望就是说 他们也能够不断的充实自己 然后能够呢 在这个就业的这个区块 创业的这个区块 能够更加的顺水 那关于创业或者是创意的补助 可以请县长说明吗 这个部分呢我们有做了一个这个创业清零的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补助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它能够结合在地的特色 然后能够流香然后返香进香来创造的一个这个补助的一个方案 那也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年轻人的一个这个微型创业加的一个这个部分的辅导 那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很有创意 然后专业的部分有的真的是也有它能够起来 那在专业技巧跟它这个有的甚至都自创品牌 那独特性跟客制化的一个创作 那变成它自己的一个特色商品 那但是因为他们这种东西叫资金筹策不容易 不符合我们政府单位所规定的 那现在中央或地方的什么SBIR 或者什么创业贷款等等的申请 那就会变成说他们如果要找店面 要蹲点 都要负担这个租金这些压力 所以我们县政府也特别针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微型创业 做的部分的这个创业的相关的补助 就是希望他们也能够呢尽情的发挥 然后也能够这个把它变成一个好的事业 那有一种微型企业它就是比较不容易找到资金 那关于这种不容易找到资金的微型企业 县府也提供了哪一些创业或者是创意的补助呢 我想我们最主要就是还是在整合资源 那比如说如果说年轻人有心想要来这个创业 他总是有时候需要有人陪伴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辅导 其实我们也在我们的方案里面也会有 那比如说有时候培养年轻人跨域思考 连结公民参与社会议题的能力 整合他们年轻人经营开创的一个能力 也是像这样的一个这个品牌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也不三十来举办这个主题式的论坛 还有定期的小聚会的活动 那就是希望就年轻人大家也能够互相的来 透过有人来带领然后互相的去 从这中间去学习到他们未来创业的一些技巧 跟一些专业的一个东西 有一个交流的平台 然后互相去学习观摩 那当然我们也会鼓励年轻人运用创意跟专长 来这个办理他们的这个论坛跟圆桌会议 那就是希望还是希望就是说有人带领他们 然后能够让他们扫走一些冤网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呢 在他未来的一个发展上面能够更加的顺水 对那要怎么样促进多元产业的发展 也请县长来叮咛跟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好吗 成立这个科最主要还是那个平台 是 我们就希望就是说真正能够实际上帮助年轻人 能够留在家乡 能够好好的这个打拼 然后创造出一番的事业 这是我们当时设立这个科最重要的一个这个部分 那当然现在年轻人他不见得像过去 我从事所谓的这个工厂 这些因为这个需要的成本实在太大了 那但是呢 现在年轻人他们可以做很多的服务业 可以透过他们非常灵活的技巧 技术各方面 就可以很简单的来开这个店啊 或者甚至年轻人有创意 你看他把那个三轮车两轮车或者什么车上稍微整理一样 胖胖卡他就可以去做很多的这个生意 而且在这个没有压力的过程中还能够有的还赚了不少钱 我们就希望说年轻人能够不断的把他的这个创意尽情的去挥洒 那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他需要专业的人来陪伴 他需要财务的部分或者他需要这个银行的部分 就在这个区块我们来协助他怎么样用最省力的方式 能够呢 去做最好的一个效果 让他在这个整体的这个 事业的这个成长过程中 是午后顾之忧 有人来陪伴他 好的 非常谢谢县长的说明 城市搜查县 我们下次见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张牙县政府广告